朋友们好 2024年10月7号礼拜一了 昨天晚上中国的企业的车队在巴基斯坦遭到袭击了 至少两个人死亡 这个应该是一个恐怖组织叫比露支解放军干的 中国驻巴基斯坦的使馆也发表了遭受恐怖袭击的声明了 这个被袭击的中资企业叫卡西姆港 是一个港口 卡西姆港发电有限公司 在巴基斯坦最大城市 也是最大的海港 卡拉奇有个国际机场叫珍娜国际机场 珍娜就是巴基斯坦的国父 当年印巴分治1940年代 带领巴基斯坦建国的那个人 当时叫印度穆斯林联盟 后来分裂出来印巴分治成立巴基斯坦 那会还有东巴西巴 西巴今天的巴基斯坦 东巴今天的孟加拉国 在这个卡拉奇的珍娜国际机场 附近遭遇了恐怖袭击 两名中国人死亡 一名中国人受伤 还有多名巴基斯坦人伤亡 伤亡情况不详 中国人死两个伤一个 这个车队是在信德省 信德省首府卡拉奇遭遇恐怖袭击的 爆炸发生在通往机场的十字路口附近 应该是一个人体炸弹 巴基斯坦的这个反恐啊 这个形势非常严峻 美国国务院 2019年7月也将这个比露支解放军 列为恐怖组织 巴基斯坦政府在2006年 就宣布取缔这个组织 比露支解放军啊 今年4月在巴基斯坦西南部的比露支省 鲁石基地区 有一伙这个比露支解放军 打着他们旗帜的武装分子 在公路上杀了11个人 比露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的省 但也是最穷的省 它有很多矿产资源 但是经济极度不发达 比露支解放军他们想独立 而且他们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而这个国家是横跨巴基斯坦 阿富汗和伊朗三国交界的 比露支人在这个三个国家边界的地方 都有分布 就在这个10月份的10月4号晚上 巴基斯坦的警方 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开博尔普什图省的斯瓦特地区 查巴格 这个地区开展反恐行动 击毙了8名恐怖分子 不过这个 这个8个人应该是属于巴基斯坦塔利班的 不是比露支解放军的 2018年11月 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遭遇袭 2022年4月 卡拉奇大学里边的 孔子学院的班车也遭到袭击 有多名中国来的教师死亡 这些应该都是比露支解放军干的 今年3月 中国企业成建的巴基斯坦 开博尔普什图省 达苏水电站项目的车辆 再从首都伊斯兰堡 前往项目现场途中 遭遇恐怖袭击 这都有情报的 他们都有内向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那是中国人 在车上 对吧 造成五名中方人员 一名八方人员死亡 所以啊 这个 这辆车上坐的是啊 这个昨天出的这个事 车上坐的是中国的投资商和工程师 这个人可能就是他 汽车炸弹 这个他来 这个人他实施的这个爆炸 但是他肯定也被炸死了 他就是一个人体炸弹 比如之解放军下属的叫马吉德旅 一个旅籍单位 这个袭击者叫沙阿法哈德 别名叫阿富塔尔 说是他干的 这就叫圣战啊 实际上就是恐怖袭击 中国人啊 说是这个中国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 是巴铁的关系啊 跨越啊 超越 喀拉昆仑山啊 全天候的友谊 但是民间可能不是这么回事 很多中国人去旅游也被坑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是那么简单 也没有那么友好 啊 说你去了之后 巴基斯坦人不要你钱 啊 让你白吃白喝 那都是网红假的 拍出来的 他坑你 那些司机 那些翻译 那些导游 那些向导 甚至卖东西的 他坑你 是吧 穷山恶水出刁民啊 我在巴塞罗那这儿 也去 偶尔啊 也去巴基斯坦人开的超市 啊 这儿有一个西班牙语 专门的词汇叫巴基 巴基的意思 就是巴基斯坦人开的小店 小超市 那巴基斯坦人或者印度人 都那么胖 那大肚子 都不健康 天天十几个钟头 坐在店里等着生意 有的生意并不好 是吧 一看啊 你哪的人 中国人啊 哎 你不要钱了 不要钱了 啊 这就假招子 假客气 是吧 不就是说这个 因为巴基斯坦给中国交保护费吗 把那个喀拉昆仑走廊 好几千平方公里的零 零土移交给中国人了吗 给中国政府了吗 是吧 当年印巴战争的时候 对吧 中国呢 出兵来威慑印度 是吧 确实给巴基斯坦政府提供了保护伞 这个得承认 啊 然后 啊 你中国人你别给钱了 我说那哪行啊 是吧 咱也不能占人的便宜啊 有时候买一个卷饼 有时候买点什么水果 是吧 我都得给人钱 但是啊 反正有这客气话 有这面 啊 你是中国人吗 你来自中国吗 啊 甭给钱了 啊 前几年啊 这些年我不去他们的店里了 是吧 前几年 刚来的时候 七八年前 对吧 现场着起了大火 这个比鲁兹制解放军 他也是跟巴基斯坦政府对立的啊 巴基斯坦政府对很多边疆地区的控制 你像那个开波尔普什图省 开波尔是个山口 那个山口的呃 偏西偏北就是阿富汗 偏东偏南 是巴基斯坦 实际上那个叫有一条线叫杜兰线 杜兰线就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和这个阿富汗的边界 但实际上杜兰线以南的很多巴基斯坦领土 历史上原来是属于阿富汗的 当然后来是因为英国人 英属印度 英国人厉害 所以他不断的侵占侵蚀侵吞 推移 推挤 是吧 把那个领土一点一点蚕食掉了 所以阿富汗也搓火 是吧 阿富汗也是对英国人啊 当然英国人后来撤了 跟巴基斯坦也有领土争端 就像中国的西藏和印度之间那个迈克马红线 那完全是英国人单方面画的 但是中国的大清朝 中国的北洋政府 中国的国民政府 是吧 他怕人家 惹不起人家 后来的共产党政府跟印度倒是打了一仗 打完了 又把最好的那九万多 藏男又让出来了 是吧 不知道这毛泽东 这脑袋瓜子搭错了哪根弦了 是吧 还是外强中干 就对本国人狠 对外国就是让步 就是卖国 就是怂 1